当一万多年前 人类是在一个渔猎生活的时候 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不是那么的彰显 到了今天 有那么多人住在地球上头 人类对其他的生命 所造成的威胁 那是庞大的不得了 第六次大灭绝 就在众多的人口 以及无比的贪婪底下 推动了这一次 其他生命再也活不下去的悲剧了 你闻闻那个香味 淡淡的香 抹在手上凉凉的 我出生在澎湖 很多时间在海边长大 应该至少有三百种鱼活在那里 但是今天我六十八岁了 我知道当我带着我的孙子 在海边走路的时候 踏遍台湾的朝间代 你能找到一百种鱼就不错了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 也只不过是两三百年的时间 我们明确地扰动了自然的规律 就是我们对其他物种的屠杀 我们对于其他生命栖息地的侵扰 人类就好像寄居在地球上的病毒 然后伤害这个地球 人与自然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 当人心失调 人心混乱 人心的贪欲过于的强烈 那相对它对于这个环境的破坏 逾取欲求 逾取欲求的结果 就是环境跟生态的破坏 所以四大不调 21世纪 人类面临新冠肺炎病毒威胁 但另一个危机 气候变迁 早就像温水煮青花 缓步升温 可能就是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我觉得大家已经多半可能听到麻木了 可能刚开始会很冲击 但最后会有一种 但又好像也不能 也很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 年轻人并非无感 只是要找到感兴趣的领域 才能起而行 清华大学百学员 2020年底成立 保育兵回绝类 应该很难去阻止它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能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做我们最大的努力 可能堅确把它保持 想办法找一个核心 然后把它种下来 拯救地球 免避灭亡 或许可以从任始自然开始 新竹自然谷 保有国内难得的低海拔原始林象 在有心人的努力下 成为第一座环境信托基地 而这十年来 利用导览扎根教育 吸引了大小朋友一起寻报 我们可以让它们跟自然更亲近 甚至你不要看到昆虫就害怕 或是看到什么蛇 就开始就觉得都有毒 不知道怎么跟这些生物相处 那通常不知道怎么相处 我们下一个事情 就是让它们不见 地球妈妈不说话 只是默默承受 当她衰老败坏 所有物种无一信免 那就像佛经讲的一句话 就是心静则国土静 你的心清静 这个国土 这个环境 这整个我们生存的空间 就会跟着洁净 就会跟着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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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跟着洁准备 就会跟着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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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专门 咱们